水母说电影 内涵你会抖 大家好 我是小飞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 西班牙惊悚电影 爱宠 水哥是一个宅男 也是一个超有爱心的动物饲养员 他在动物之家工作 对于只有基本工资的日子 也甘之如頤 一天下半途中 水哥偶遇了自己学生时期 暗恋的对象小丽 这让水哥沉寂 这一多年的心再次被唤醒 他主动上前搭讪 小丽却对水哥爱搭不理 不过水哥内心的小火苗 已经燃烧了起来 于是回到家中 上网搜集了女主的资料 得知了小丽在一家餐厅工作 通过同事传授的经验 和莫名其妙的人生鼓励 水哥来到了小丽工作的餐厅偶遇 苏涛的追命手法 自然被小丽再次拒绝 水哥并没有放弃 于是花了大价钱 匿名送了一捧花给小丽 小丽以为是前男友送的 于是来到酒吧找到了前男友 不死心的水哥跟随小丽来到酒吧 上前继续搭讪 结果被小丽认为是骚扰 于是爱了前男友一顿打 混乱中 水哥捡到了小丽留下的日记本 回到家的水哥 内心简直受了一万点伤害 于是水哥偷看了小丽的日记 没想到从日记里 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原来小丽发现 闺蜜跟自己的男友友谊一腿后 借着一起车祸 狠心的杀死了自己的闺蜜 第二天上班时 水哥偶然发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地下室 这也让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焊了一个巨型的笼子 随后在宠物店拿了些迷药 晚上前进小丽的家中 将他迷运后带进了地下室 把他求现在坐好的笼子里 接下来原以围回上演各种试虐场景 小编还是单纯了 水哥做的这一切只是想感化小丽 原来小丽有精神分裂症 他杀了自己的闺蜜后 分裂了一个闺蜜的人格 除此之外 他还杀掉了一个又一个和自己有恩怨的人 陷入爱情的水哥 想要求尽拯救自己心爱的女孩 但是小丽觉得自己并没有错 于是一次又一次用自残的方式威胁水哥 水哥也不得不一次次妥协 可只是包不出火的 宠物时的保安小黑发现了水哥的异常 小黑来到了地下室 发现了被囚禁的小丽 水哥这时赶来 两人扭打在一起 水哥在小丽的交缩下杀了小黑 随后在他的指导下 又把小黑给分尸 喂了狗 水哥一步一步被小丽调教成 他的宠物 小丽告诉水哥 自己已经爱上了他 然后慢慢给水哥洗脑 让他切断自己的手指 被小丽顺化的水哥 在他面前割下了手指 随后要学水哥将他放出来 不然就死给他看 不舍得小丽死去的水哥 把他放了出来 没想到 前一秒还把刀子堆着自己 下一秒小丽就刺伤了水哥 故事的最后 小丽回到了前男友身边 但是前男友还是没有改掉 劈腿的毛病 每当这时 小丽都会来到地下室 继续折磨着不成人样的水哥 水哥也因此成了爱的牺牲品 整部影片 女主看似处于劣势 但是却一步步操控着男主行为的走向 不但是心里的对决 更是对人性的操控 是一部精彩而又惊悚的电影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爱宠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